Bismillah Alhamdulillah Salatu salam ala rasulillah Nantakallam biaidhin ilray ta'ala An mawdu'u khatir jiddan Wawwa Bab min abwa Daj watan nas Ilal wuqoo' Nisalara afu wassalam Fyshirka lakbar Nam 凭博此横此的安拉之尊名 Kandzana Yuen allah此福安于我们的先知和使者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这个课程的名字就是关于邪术 施邪术的人他是做了 他做了的事情 他是不属于布斯林一伙的 对于穆斯林的长官 对于穆斯林的长官 应当对失邪术的人处于急刑死刑 这个失邪术的人 他是崇拜恶魔的人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什么人是失邪术的人呢 比如我们前面学过 就是以祈祷词 按了所规定的祈祷词 来给人治病等等 如果他们利用一些咒语 恶魔的语言 失邪术 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邪术师 他们在失邪术的时候念的咒语 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他们用一些名字来祈祷 实际上这些名字都是恶魔的名字 他们用恶魔 利用恶魔 依靠恶魔来解决问题 所以作为穆斯林应当 这个只脱靠安拉 而邪术师们他们脱靠的是 他们的邪魔 邪术师他们所念的咒语 根本就不是古兰经 也不是这个盛行 比如他们说了什么 这个母亲的名字 他们这个 失邪术 侵害这个母亲 或者是侵害 夫妻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这个 使人们 使某人和某人 这个 失邪术 使他们在一起 他们或许失邪术的一些方式 寄起一些什么东西 往上吐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些动作 他们说 他们知道 优玄将来的事情 他们望称 知道别人的心里 想着什么 喜欢什么 他们望称 看着星星 知道星星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或许在失邪术的时候 还写上一些字母 比如 等等这些字母 这个采取这样的方式 它们以古兰经 作为游戏玩笑 或者是 嬉戏的 不重视的方式 这都是 库夫的行为 比如读了这个 古兰经的章节 比如 比如 读完以后 在这个 在水里头 搅一搅 批读了 病人 在犯罪上 在犯罪上 这个 用这个 不是教法所规定的方式 给别人治病 他说 不许在吃饭的时候 不许在吃饭的时候 比如 或许他们说 你们不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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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 在宰戏的时候 在吃 吃饭的时候 或 他说 不许在 或者说 他们说 你们不要礼拜 也就是他们的命令 让你们违反 教法的规定 那 也 也 是 吃邪术的人们 他们是 最悲见的 受害 受造 被造者 最悲见的 被造 被造物 他们 使自己 都不能受益 他们如何 使别人 获得 受益呢 协数师 这个 有时 他就为了自己 他特殊的一些 目的 来 协数师 他们 或许 有时 要求 一些 非常 这个 要求 病人 对病人 要求 一些 非常 奇怪的 非常 奇怪的 提出 一些 非常 奇怪的 要求 这个病人 说 他们对病人提出 一些不可思议的 根本 无从谈起的 不可思议的 一些 要求 我们必须要警惕 对协数的这种 行为 要引起 非常重大的 警惕 不要和 失协数的人 在一起 不要 参与他们 我们 如果和他们 参与在一起了 就容易 受到他们的影响 如果遇到了 他们 或者是 如果遇到他们 或者与他们 交谈 打电话 或者跟他们 有书信的 往来 或者 进入 寻书的 他们的 网站 或者 他们的 场所 或者 让一个人 让别人 参与到他们 当中 بأي طريقة التق بال 这种 提案 لل 以任何一种 方式 与他们 同流 合污了 参与到他们 当中 都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 你读 关于 邪术的 书籍 听他们的 讲述 القراءة 一个人 如果 参与到邪术的 这种行为上 那么 他四十天的 工修 都不被接受 وَإِذَا صَدِّق هذه الأشياء كفر بما أنزل على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他们 如果 在 施舍 的时候 这个 不是 举意 为 安拉 而是 和 他们 参混在一起 那种 施舍 都是 成为 被禁 都是 罪过的 行为 قد لا يصدق يعني اليوم لكن يحصل له شيء مثلا بعد يوم أو يومين ويصدق يكون بهذا كفر بما أنزل عن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إي至于 这种 结果 会 产生 持续的 效应 الآن إذا وقع السحر 一旦 发生 了 邪叔 بعض الناس تواهم أنه مسحور 有 一些 人 觉得 自己 遭受 了 邪叔 应 当 这个 搞 清楚 إذا تعق من إن أن في سحر إذ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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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يف أعاد أخذ إذا طريق 有教法规定的方式 还有教法所禁止的方式 教法所允许的方式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如果这教法规定的导词 要符合那三个条件 用祈祷 用教法所允许的方式 药物 比如喝蜂蜜等等 可以用邪术的方式来治愈邪术吗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用邪术来治愈邪术 那是违反古兰经的教法的 也违反使者的圣行 以及违反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古兰经 规定的方式 这个不要远离 脱离邪术 因为药物的语言 有信息 和药物的语言 有信息 那么怎么能够离邪术 我们能够离邪术 入古兰经 去念导词 做如果也 这是我们肯定能够 可是这是我们所肯定的知识 肯定没有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要选择 用邪术的方式呢 一个人如果 遭受了邪术 他就是得了一种病症 如果他又用另一种邪术 来给他治病 那相当于他 遭受了两种邪术 然后 这个邪术 现在 没有能够离邪术 只能够离邪术 以为邪术 直到最初的邪术 也就是祝福 邪术时 如果对 施邪术的人 治病的时候 如果产生效果 那都是什么 都是通过 顺从恶魔的方式 来治愈他的兵 即使他遭受的 如果第一个邪术 被治愈了 那么他也遭受了 第二个邪术 那 也就是 人们如果遭受了邪术 如果他能够忍耐 那么他的报酬是乐园 总之 作为一个人 他遭受了邪术 那绝不允许 用邪术的方式 来治愈邪术 在这些年代 在这些年代 学习在写术 和在写术 学习在写术 学习在写术 在写术上 在写术上 我们要知道 邪术这种事情 是在当今时代 这个是存在的 我们要防备 孩子们遭受这种 一旦我们要教授孩子们 一些读啊 和这个古兰经 圣询的念词 我们也要向上那儿祈祷 来保护 我们要警惕 以免自己和家属们 孩子们 遭受邪术的侵害 安拉至至 谢谢大家